上一集纽北专辑,我开现代I20N跑了个8分44秒99的成绩 这也是我独自开车征服纽北的第一圈 距离官方车手仅仅只差了11秒39 但是当时某音上居然有人说 怎么这么慢,这个人压根不会开车 唉,有18000圈纽北经验的Rintaxi车手开992基地3 比官方车手包场完整圈差了31秒 大家当时都说,哇,好快呀,好极限呀 不愧是纽北扫地僧啊 而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纽北 到了纽北独自刷的第一圈 距离官方车手只差了11秒39 竟然被人说菜 有些朋友对我的标准已经如此严苛了吗 这是把我当职业车手来看了吗 不过,作为国内为数不多 能跟李伟龙55开的顶级业余车手 大家对我要求高点,好像也能理解 反正呢,我们在纽北一共要待三天 刷完I20N后 当时我还有992基地3RS 高尔夫8R I30N等着刷呢 虽然后两天都是周末 慢车会巨多 但我就不信了 还能找不到一个干净圈 先说992基地3RS 开了四圈,碰上了四次黄旗 再说高8R 不出意外的话,就往往要出意外了 开高8R的四圈,居然全程下雨 那可是好几千的租金啊 不急,先陪他耍耍 我还有三圈I30N呢 以我的实力,还能一个快圈都刷不出来 想啥呢 Come on,I30N第一圈 天空有点飘毛毛雨 应该问题不大 你干嘛 哦,又碰到黄旗了 真是妈,烦死了 完了呀 这圈毁了呀 哇,我这么好的一圈 到刚才那才6分多 都不到7分 Shit What are you doing man 靠,才8分46 真那么烦 Triple kill 你干嘛 又打黄旗,我真的妈浮了 好不容易老子抢了三秒多的优势出来 全废了 不服了 这干什么啊 我 哇,年刀草 前面那个i30N跑得还挺快的 我们来的G3 我本来想让他 但是那会太慢了 就没有办法让 把他甩开了 又XX忘记我真